他们的头发乱糟糟的一团 可以看出来好几天没有洗过了 衣服更是全是脏污 脏乱的样子就跟路边的乞丐没有什么两样 在这种高档次的宴会上 突然出现两个乞丐 怪不得那个贵妇人会忍不住地尖叫出声的叫保安 大概是贵妇的声音太大了 吓得误闯进来的两个乞丐回过神来了 其中一个像是女人一样低声地哀求道 不要叫保安 不要叫保安 求求你了 外面有人追我们 我们只是躲一下 躲一下马上就走 对 对 我们愿意到厕所去躲 给我们一个厕所就可以了 我们绝对不会吵到你们的 另外一个乞丐马上陪着小心地哀求道 顾桥梅现在心如死灰 那么多人注视着她 她只觉得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一样 狼狈不堪 更让她狼狈难堪的是 这样的场景她无比熟悉 以前她在临时参加过无数这样的宴会 那个时候她还是持总夫人 穿着昂贵的礼服 优雅的和关系不错的其他总裁夫人聊天 寒暄 而现在她却是衣衫褂褛 就跟一个乞丐一样的被人驱逐 顾桥梅夏春已经干裂了 看起来无比的憔悴 苦苦地哀求道 对 给我们一个厕所躲一躲就可以了 我们保证不会弄脏你们的地方 这个声音是 持恩恩一开始完全没有把眼前狼狈不堪的乞丐 和持建国 顾桥梅联系起来 因为在她的记忆里 持建国顾桥梅和现在的形象 差的是太多了 她想起了Miko的话 猝了一下眉头 持建国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面来 这里有最好的保全系统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闯进来的 破产 持建国和顾桥梅这么狼狈的巧合闯进来 持恩恩心头隐隐地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果然 她的这种感觉没有出错 因为一边哀求 一边寻找着可以做主的人的持建国 在人群中看到了她 几乎是马上就脱口而出 恩恩 那一声恩恩叫得无比的响亮 然后她就发现了什么一样的 飞快地朝着持恩恩小跑了过去 一边跑还一边惊喜地说 恩恩啊 太好了 是我 是我呀 我是你爸 你快帮帮我呀 我是你爸 快帮帮我 这话一出 大厅先是嗡的一声响 然后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的人的目光 刷得一下子看向了持恩恩 连带着也扫向了持恩旁边的男人 外面闯进来的两个乞丐 居然是栗少的女朋友的父亲 这 太不可思议了 根本让人无法相信呢 而获得许可 进入宴会的记者们 纷纷地把镜头 对向了这么爆炸性的新闻主角 美光灯 跟不要钱似地闪烁了起来 明天的头版头条出来了 绝对是热到全球的大新闻 整个大厅就只有一个人 一点都不对现在的这种意外 感到惊讶 他摇晃了一下手里的香槟杯 低头优雅地抿了一口 趁机勾起了笑容 露出了一个快意的笑容 他不喜欢一个人 不会正面和那个人起冲突 他要报复 不可能纯到自己明面上去动手 但是暗地里只要动了手了 就要让那个人翻不了身 耻恩恩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办 顾乔梅这时候也看到了耻恩恩了 跟持建国一样 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扑了过去 恩恩 是我 是我和你爸 快帮帮我们 外面有放高利贷的人在追我们 他们诬赖你爸偷钱 非要砍下你爸的双手 顾乔梅现在是顾不上什么面子 脸皮了 只要一想到这几天地狱一般的经历 他心脏尖尖都在颤抖着 原本 他们以为躲避了彭哥 答应了抵押公司的人 逃到了W过来 本来以为 至少可以过一段安生日子 再来想办法解决欠钱的事情 谁知道 他们一下飞机 就被人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对方的老板根本就没有什么项目 要他们帮忙打理 是把他们丢到了黑工厂做苦力 一天24个小时 除了吃饭睡觉 每天需要做18个小时 他们哪里受得了这种苦 可是对方人多势众 一看就是穷凶极恶的人 他们抗议过两次 都被对方二话不说 一阵毒打之后认命了 本来以为咬咬牙就过去了 偏偏就在今天 对方忽然变了态度 让池剑国帮忙做账 梅一会儿就诬赖他们 趁着做账偷钱 非要他们交出来 不交出来 就要砍断他们的双手 顾桥梅又惊又怕 牙一咬和池剑国逃了 他原本以为他们是肯定逃不掉 马上就会被对方给抓回去 万万没有想到 废弃工厂的安保 没有他们想得那么严 居然被他们成功地跑掉了 只是对方的人穷追不舍 他们被一路追着 就跑进了这里 顾桥梅真的是怕了 这段时间胆战心惊的生活 比他几十年的生活还要让人疲惫 他再也受不了了 看到池恩恩也不管面子了 惊慌着急地说 恩恩啊 你不是有钱吗 你不是盼上了厉少吗 你帮帮我和你爸 帮你爸爸钱还了吧 你爸只是欠了一个亿 你跟厉少说说 一个亿而已吗 厉少动动手指头 就能够解决了 恩恩 快跟厉少说说吧 池恩恩见过不要脸的 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一个亿 而已 他们凭什么让他来还一个亿 还大放厥词地说 只要一个亿而已 是 他是有一个亿 不只是一个亿 十个亿他都拿得出来 不需要找丽北决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凭什么 池牙绑架他的时候 他们算计他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他呢 甚至他们现在对他开这个口 要求这些之前 有没有反思过 自己有这个资格开口吗 他们难道忘记了 自己二十年前做的事情 居然好意思对他开这个口 池恩恩名谋冰冷 握紧了拳头 极力忍耐地想要自己冷静下来 他不能生气 绝对不能生气 这明显是一个局 他如果生气了 就中了对方的圈套 他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但是他知道 他现在在别人的眼里的身份 是丽北决的女伴 是他的女朋友 他丢脸 丽北决会跟着他一起丢脸 池恩恩的心脏紧缩成了一团 愤怒 偏偏又无可奈何 如果单单只是他一个人 他不在乎名声 也要拒绝顾桥梅和池建国 可是